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维玲,欢迎收看今天的婚姻新闻 婚姻官政府从108年开始,提设高桂大草莲地区推动任何道路建设 尤其在181年,李维会回合广州一宿旧跟三,装刷通车一后 带动草莲酒托地区关公林条回流 为了提醒草莲关公三亿发展,婚姻官政府资丢360万 在182年,三位办理草莲酒托,尤其开发区,任何道路库行新兵户 并且在21号办理台风设名会,盘定库行楼山,五号来任何,尤其用地 为了提醒草莲大草莲地区关公利用人,为188年开始 婚姻官政府是推动草莲任何道路的建设 尤其在181年,李维会回合广州一宿旧跟三的转刷通车一后 带动草莲酒托地区关公林条回流 保证人对草莲油器区的任何道路,也会做进一步的政権 为此婚姻官政府是资丢360万来办理草莲酒托地区区 任何道路库行新兵户,并且在21号基盘水平会 婚姻官政府原本是几位两条路段,不过草莲船的传丢单并通标示 保证,几位路段会经过当初求利益地区带颂区 是受益地区的面杆带,因此希望能将任何道路的改善和透电 改革旧共生物,有高功能跟这个道路段 我们的乡亲经过了921的重建经验 然后给县政府就在地的经验,包括地质地貌的了解 县政府我想他们县长也从善如流,就选了一个最安全的道路 在汇浸地区的建议后,目前会以至于水平会社特论出的大作品构 不过将会有可能看到南岛和嘉义两关 因此婚姻官专业先表示,会以在地观和发展作精配性的科学 会进一步和南岛和嘉义两关作特论 我们在西线的部分,从九层神木进去到五岩两角 这个路段虽然多了30公里多,还会跨南头线的陷阱 这部分虽然有需要跟南头线来协商 嘉义线它是162线甲线,就是从我们149甲接162甲线一直到奋起伏这一段 那目前这段路段没办法行驶,贾类大哥造成阿里山他的旅客 要过来潮里就不可行,那影响我们潮里的一个观光发展 那这个路线他们也完成可行性评估了 那我们也是在呼应希望他们赶快提案到中央去争取这笔预算来执行 那我想一个观光区的一个发展必须要跟其他邻近的县市 来合并一起来做开发有一起的这个规划 那我想我会来跟我们的嘉义线,还跟我们的南头线 那共同来针对连外道路的部分,来进行沟通协调 渐渐回流,不过因为有贵王政党的经验 所以对在地的乡亲来说,在经济的规划 和环境保护中间触摆最好的兵型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记者听破音,常文博德